大家好,我是卑鄙新人鸡蛋糕 这期解说燕牙这部鸡慢 哼,只能这样说了 我们马上解说 前行提要 克斯为了帮猎海玩报仇 派出了门下弟子寻找皮克 而独步想阻止等待消息的克斯 决定通过交手分胜负 独步却代意了被克斯秒杀 神心亏弟子四田找到了皮克后想带他走 当时却被侠客夸张挡住了 而夸张手下目击用到威胁四田 被四田一脚踢飞刀子 而皮克好奇的握住刀子后 夸张同时也握住了刀子 双方握紧刀子要较亮 夸张却被皮克兴奋的一拳打飞 之后目击想报仇被秒 四田为了争取时间 疯狂对皮克刮杀也被秒 夸张再次站了起来后 皮克用力顶撞夸张 无法撞倒夸张的皮克 觉得夸张有着U通三角龙一样的力量 双方一轮推转以不分胜负后 皮克想动身格却被夸张叫停了 原来夸张是为了帮燕牙留住皮克啊 当相似的燕牙一看到皮克就一轮连夸 燕牙眉目传情般看着皮克这样说道 太美了 你真的好漂亮 好美丽啊 而那些本来看到地下超级偶像就在面前的 兴奋刺刮群众大受打击要路转黑了 这个人真的是冠军吗 哪里漂亮了呀 居然听着圆圆的脸说他好美 这家伙不对劲啊 他不愧是哦 燕牙听到这些话后都不禁尴尬起来了 自己的心底话居然不经意的说出口 伪颜色啊 但是燕牙所夸的并不是皮克的脸蛋 而是更加让人敬佩和伟大的东西 四山有很多东西 就好像仅仅是为了追求和达到某个目的而创造出来的 例如日本刀 他就好像仅仅为了斩杀人类而被创造出来一样 例如手枪 他就好像仅仅为了射穿人体而被创造出来一样 例如石炭 他好像仅仅为了被某人捏成钻石而被创造出来一样 例如某些垫脚石 他就好像仅仅是为了被掰断切断而被创造出来一样 例如摩托车 他就好像仅仅为了高处奔驰而被创造出来一样 门把手也好 麻醉枪也好 这些被创造出来的东西 就好像仅仅是为了某一个目的 而不断追求更完美的机能 最后彻底排除所有无关内罪的东西后 他们真的美极了 不管创造他们的目的是好是快 是善是恶 但是他们总是能吸引住人心 这就是所谓的机能美 面对一个天生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 奔跑 跳跃 捕捉 狩猎 这些战斗与杀戮行为并且强挂到极致的肉体 任牙完全无法掩盖心中的喜悦 在任牙的眼中 这副肉体就是如此的美丽动人 相信在任牙的眼里 没有比这更美的东西了吧 你说什么 这大概就是身为雄性对于力量与肉体的原始崇拜吧 而面对这迷人的身段 任牙究竟是要用脚踢呢 还是要用拳头打他呢 或者是要用手臂勒住他才对呢 各种享誉非非的疯狂想法 在这一刻不断徘徊在每个人的脑海中 因为过去曾经听说过几次的 那个都市传说中的格斗技之王 那个传闻背后刻有恶鬼刺青 十人摸的儿子 拉个地上最强少年犯马刃牙 他接下来究竟会采取什么行动了 他面对传言是史上最强的恐龙技战士 会使出什么招式啊 这些想法和疑惑 在战斗团体空手道神星会 围观了门神的脑海中 窥之不去 他们都憋着气幕不转机的看着 而帅哥夸山也同样期待了接下来的事情 说到夸山 就不得不提一下那个故事了 都听过了 好吧那你们自己看吧 任牙腼腆又羞涩的低了头 然后时不时的偷看皮可的说道 抱歉 我也不知道见了你之后要做些什么 只是听到德川老爷子说皮可逃跑了 然后我就拜托夸山他 如果有什么有关你的情报 就告诉我吧 而任牙的夸说道一般 再一次羞员答答的低头难为情 而皮可看着那个没有太多表白惊艳的任牙一脸懵逼 那些以为有戏看的门神 似乎感到有点恶心心的紧张 任牙狼为情的说道 我只是 我只是想见你 很想很想见你 非常非常想见你 只是这样而已 对不起了 而就在任牙情窦初开的时候 突然一个拳头出现在任牙的面前 诶 皮可露出欢喜的笑容后 居然用真诚的目光伸出拳头的对象任牙 这种动作似乎似曾相似啊 皮可满脸期待的用兴奋的眼神看着任牙 似乎想邀请任牙回应他一样 而任牙看到对方主动后 等汉指标傻笑的 也举起了自己的拳头后 慢慢的伸了过去 是这样吗 两个拳头相互而碰 疯 卧槽 任牙突然整个人沿着拳头为圆形 双脚离地的大幅度翻转了过来 究竟什么回事啊 皮可完全没有用蛮力的 只是他不接近了小幅度摆动自己的身体和拳头 就是两罚千斤跨近了的让任牙做起了空中事骨 这不就是技术吗 这不真正就是那个温柔又耸的男人 对皮可做过的见面里吗 想不到体验过一次这种可气到技术的皮可 居然能无私自通的使出了这种技术 而且还是第一次使出就成功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了 这将会是这两个男人羁绊的开端 任牙难以置信的空中翻了过来 压脚下摆后 任牙拍地瘦身的 回到了地上 但是任牙他已经开始不对劲了 摆头大汗的不敢相信他刚刚发生的事情 具备这压倒性机能美的右体就在自己的眼前 而且这副右体就连可气到 这种近代武术最高峰境界的技术也得到手了 皮可露出了微笑 他可能被某人叫快的 把这种招式当作强者之间的打招呼方式了 或者是察觉到任牙和某个人有相似的感觉 才使出了这招吧 但是他的这种行为 他的这副右体 却要面前的这位男人产生了一股奇妙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由同一个自己迷恋已久的女性 百般媚态地出现在自己眼前 而少年却拼尽全力地 勉强抑制住自己的自制心不去行动 但是少年体内所流的泛马之血 那个男人的血脉却让少年的背后烧眼的 你可就冲破了自己忍耐的极限 冲啊 半秒都不到极短的时间里 烟鸭飞行代表搬一番 除了百魁发马任牙原创驾驶后 整个人都愣住了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 身体突然就自己动了起来 不受控制了 对不起 对不起啊 而皮可被任牙开挂后的高低踢重后 却没有倒下的摇框 只是低下头来 皮可完全就没事了 当时任牙还是担心皮可会发飘生气什么的 不断喊着对不起 当时皮可马上就抬起头来后 金牧羊鬼手油情蜜意地看着任牙 而任牙看到这奎眸一笑的暧昧眼神 哪能不心动啊 这 这是要 要我跟他走吗 就这样 小狼还和初次见面的陌生野人离开了 而几分钟过后 客士才赶过来现场 听起他们真的复苏后也满头大汗 然后呢 呃 他们走掉了 燕牙先生和华山先生他们三个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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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客士听到神情大变了不对劲了 他头上的绿头巾更加鲜艳起来 客士低头南看了假笑着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啊 小弟们都怂抱地说道 抱歉 我们没人阻止他们 脸红耳劲的客士激动不已地说道 我还打倒了我的父亲 兴高采烈 没自知地赶过来 结果 居然不在 居然走掉了 你知道这种心情就像什么吗 就像心爱的女朋友 跑下空虚寂寞的男朋友后 可暗恋他很久的男同学出去开房了一样 对不起 实在是对不起 彻底被绿了吗 在弟子们的盗窃之下 客室紧默的双全颤抖的更厉害了 这不是很好吗 对吧 可是心爱的女友都跟牛头人跑了 居然还开心到爆炸的款起不已 什么回事啊 背景的闪光都让人感到这件事不太对劲 而弟子们全都懵逼了 开始加密通信 喂喂 客室馆长他玩到是牛头人爱好者吗 不是只有公巴老哥才喜欢这个的吗 被NTR的还这么嗨的呀 喂喂 难得不算NTR吧 乐乐在其中的客室说到 大家想想看吧 我们本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替猎老师报仇啊 只要能完成这个目的 就算不是我也没问题的 是发马云鸭也好 是跨山勋也好 对累老师的关怀知情 大家都是一样的 没问题的啦 就算不是我 不是我也可以的 客室似乎放下了心头大十四的 轻松了不少 啊 拱手像样了吗 弟子们都看不过眼的问道 这样你这样说 但是 这样真的好吗 为了报答猎老师的恩情 神心贵才会站出来的 而且四天前辈也被皮可打败了 就这样把皮可交给别人真的可以吗 我们可是有个十分充分的理由的 要帮列老师和弟子报仇的人 不是任牙也不是跨山 而应该由客室老师 你亲手报仇才对的吧 听到弟子大声的说叫 客室没有生气的一脸重庸 而弟子也低头惭愧 对不起 呃 我一时激动说过头了 不 没什么的 不过跨说回来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们 呃 你们觉得赢得了吗 你们觉得我真的赢得了皮可吗 大家听到这个问题 哪敢出声了 客室十分激动的说道 不管是真是假 对方可是被称为霸王龙的天敌 史上最强的战士啊 对上这样的怪物 我余地客室 我这个语气未干 又差劲又被宠怪的第二代馆长 真的能打赢他吗 你们真的认为我能打赢他吗 客室这帮谢怜反问 不单在问面前的这些弟子们 更是在反问自己的类型 这份来自心底里的不自信和质疑 真的让这位年轻的空手到家 不战而先败了吗 刚刚那番话 伴随突如其来刮来的威风 动摇了这群男人的心 鸦雀无声的街道上 只有垃圾止切飞舞的声响 那份众人失望自己的感情 如同已成奈落定似的 而客室看着无言以对的大家 逐渐的平静下来了 他神情抑郁的说道 抱歉 能赢的话就去干 不能赢的话就不干 说过要这样战斗的人 不正是我吗 但是啊 大家紧张的听着 疯 而客室却把头巾塞了下来后 俯身90度弯腰的说道 而一发现意后扬的是我检讨过后 客室终于在大家的期望之下 恰定决心要放手一拼了 他要打倒皮可 事后门声都一一离去了 而客室仍然站在原地 移动不动的城市着 他抬起头来 手插裤带了看着前方的 秦翠公寓的门口 师傅已经没有任何的顾虑了 究竟客室刚刚是不是真的 想就此放弃战斗了 可能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而另外一边 在熟悉的顶灯之下 当年还是存在战士的boy 和跨山大师疫情 皮可这样把他们带来的地方 真正就是所有战士 都寄突不已的地下竞技场啊 皮可超级开心的样子 而那个曾经派出同类偷袭的人渣 却超不爽的咬牙切死过后 就破口大骂 你这个大混蛋 看你穿成什么模样啦 你是跑去哪里溜达了呀 舍得回来了吗 混蛋 艳牙说道 不过 我真的没想到 他会来这地方了呀 跨山也有同感 然后艳牙压枪前倾身体的 一副名师顾问的说道 那么 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居然把我带来了这里 得穿人家早就看穿了boy 那腼腆的心思了 回答道 艳牙 那还用说吗 就像男生带你回酒店一样 答案就只有一个的吧 这里 是干什么的地方呢 这里是战斗的地方 他这是向你宣战啊 艳牙 果然 说的也是啊 艳牙脸空耳测 冷汗指标 那件玉旅神日 事业想的事情 马上就要实现了 谢谢你的招待 人类死真的非常可口 超越父亲这件事情 他们能够办得到吗 艳牙迫不及待的脱下了外套 却假装无可赖可的说道 说的也是啊 对方都下挑战术要打架了 看来非战不可了 不接受的话 会显得我情商低啊 而这时夸山说道 这样真的好吗 咦 干嘛 把这样天真无邪的家伙 卷进来战场来 而夸山这番不经意的话 却提醒了艳牙什么东西是的 想看血腥大战的汽车人不爽了起来 嗯 你碍事啊 而夸山说道 不 是我太多管闲事了吧 这家伙看来也想大干一场了 而艳牙却低头惭愧的说道 谢谢你的提醒啊 夸山 我差点又从党负责的 犯下了和五年前同样的错了 对那些安安静静生活的无辜生物 我们不应该擅自踏入他们的领域 而且还强逼他们进入生死决斗当中 艳牙回想起小时候挑战夜叉员的事情了 他和夜叉员一战过后成为了好朋友 而这件事也间接导致 永世郎把夜叉员砍头杀掉了 这件事一直痛击艳牙的内心 一脸难过的艳牙说道 我真的不想再提起了 得穿阴阴阴阴的十分失落 夜叉员测试而干了说道 只是因为有些沉闷 只是因为有点想大干一场 我居然就趁势任性而为的 想让他满足自己的心愿 哼 我真是个傻瓜 差点做出了什么傻事来 而夜叉跨都没说完 皮尔的身体下沉高处移动了 偷天啊 皮尔宽洗肉框的压低身体后 就一把全跨步终会撤踢 偷袭踢爆燕阳的腹部 推送全身体重的力道之大 居然在踢出的瞬间 出现了空气被养烧 地面被点阳的剧烈咽气 这太明显就是技术啊 皮尔又无私自通的 又要在干掉来的主角身上 展示偷学得来的技能了 燕阳又同被装载了 史前最强炮弹的 现代大炮轰炸般转飞奔驰 他成功翻腾无意识的 以极为技能速度直线转动后 飞踢飞到几米远处层楼高的观众席上 发出了红亮的爆破声响 跨上完全看不见燕阳飞驰的轨迹 只是听到爆破声后才反应过来的 流着冷汗转过头来 得穿沾口大洞 皮可兴奋不已 天啊 燕阳直接把观众席上座位的杆材 转断转歪了 翘起脚按着肚子的他 满脸痛痛的棒满青筋 似乎想拼命强忍痛楚的 让自己回过神来 但是燕阳一脸无法呼吸的微微颤抖 最后终于晕过去了 那个最残少连发马燕阳 居然又被初见杀的秒杀了 砰 杀杀杀 皮可居然不断踏步的同时 手舞足脑的嘎舞起来了 而且还时不时摇头摆脑的傻笑着 这是搞什么啊 砰 皮可突然举起了一根手指后 居然高举手臂的用手指指的天空 这明显就是胜利的动作啊 在与自己邀请的朋友一战过的胜利后 圆圆十分高兴 看啊 他在跳舞之后 就把拳头举高过头了 杀杀杀 皮可越跳越嗨的不断把拳头伸到空中 不断脸带跳涌的成立在胜利的愉悦之中 一样的呀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表达自己胜利的手势和方式 都是一样的呀 你看看那边那头东西啊 关踢一脚就倒下了 还说是什么冠军 唉 去扶他走吧 趁他还没被吃掉之前 抬走他吧 丢人 胜牙还没亏服过来 双雾无神的避涕口水 骑流如智障 发马胜牙 这次彻底的完败了 而且还是被一击秒杀 另外一边 有个人把大拇指用力的扣紧地面 哇 原来是克斯在用双拇指 在做双指导力啊 克斯满头大汗的看着 拉茨曾经用他秒杀过父亲的手指后 回想起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还未被永次郎打爆眼睛的毒部 在指导门身 一圈了 你们要只靠两只大拇指 再到场上要一圈来锻炼手指 再用锻炼得来的握力 让拳头更加坚固 说到握力 就不得不提这位 哦不 是这位 实战型空手道之父 大三被打 他的主张就是 体重乘以速度乘以握力 等于破快力 体重的速度大家都能理解 而握力所带来的东西 就是硬度 这些大家不用记了 后面会频繁出现 只要握紧拳头用力的出击 别说人类只要一发就能秒杀 连牛也能一发秒杀 道理非常简单 而这句话 亚当时还是白带了克斯 记忆破身 克斯保持了这双手倒立的姿势 慢慢地摇了到场一圈后 停了下来心想 呜 牛吗 如果对手只是牛的话就轻松了 就在克斯继续修炼的时候 一个身影款款地靠近神星会的本部 虽然这样说 但是该怎么办呢 身为空手道家的我 除了空手道以外 还能依靠什么呢 就在克斯迷惘自己之时 一根劣质黑棒咚咚咚的响咳不停 克斯的身后出现了一个人 克斯转头一看 哇 不得了了 复国 是那个为了艾格武术牺牲的残疾人 以分裂一次的夹腿板 猎海王复国了 机械完成度达到10%的稀有零件人皮肤登场 猎海王眉头紧锁认真的说道 同志啊 看到猎海王复国的克斯下任了 他是更让他吃惊的 还是猎赖海带船长一样结实的夹腿意志 猎海王说道 同志啊 我听到一个不可思议的传闻 前阵子我在比武中吃了败仗 听说你们神星会门下 要帮我报这个仇 我想来催认一下是真是假 听到这话 克斯憋了憋嘴后回答道 那是由我提出的 猎海王听到杀气哄哄的满似不爽 不可思议 连我都无法应对的对手 你们这些受我指导的人 居然还想替我报仇 只在宽谈自己 而克斯跨风突变的严肃回答道 事实正如李所说 要替身为武术界中师先驱的李报仇 确实是种很越界的行为 猎海王还是很火爆 但是我还想报这个仇 而且我已经了解到 全熊猎海王的武术对他几乎没用这个事实 即使事实如此 我就更加 不 真是事实如此 我才更加寄望 能用我的空手道 彻底的把他打倒 哈哈 听到这番发言的猎海王笑了起来说道 果然 说是什么想向我报恩什么的 不过只是借口 就算强词夺理的做出这种狡辩 也要行动 这才是李的真心话吧 没错 报仇什么的只是一个口号 因为对方强而想和他战斗 我们就是这样一种生物 那你觉得 李的空手道真的能赢得了他吗 猎海王大又怒气了眼神质问着 而克斯低了头说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有胜算才战斗 没胜算就逃避的夺 我觉得这根本就不算是真正的战斗 听到克斯这番推翻自己一概中止的夸后 猎海王对克斯改观了 表情也不再奔紧的抱有敌意的说道 你变了 克斯 听到这块的克斯露出了笑容 谢谢你 猎海王动了一下自己的腿后说道 我的身体虽然变成了这副模样 但是我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叫你的 克斯啊 累积了四千年历史引以自豪的中国武术 他的第四千零一年 你有意继承吗 听到这块的克斯大吃意惊的不敢相信 空手道 追溯其历史的跨 可治中国的崇山 其后传到了琉球 在那地方扎根后 慢慢演变出独特的发展 最后更是完成了极大的进化 大正十一年 由傅明月一针之手 将空手道带到了日本的本土之上 直到今日 可是 现在的空手道还很年轻 从冲绳船来 只不过只有五百年而已 在即将迎向第五百零一年的今天 只有你 才能先进入第四千零一年 而听到这番热水沸腾的邀请 克斯想了片刻 谢谢 我猎海王希望能负责传授的重任 猎海王 很感激你的好意 啊 收卡了猎海王大为震惊 年轻就年轻 不成熟就不成熟 即使如此 我也想开穿这第五百零一年 嗯 我希望能把生命奉献给空手道 就算是训生其中 也非得用空手道不可 这就是我的选择 唉 而听到这块热海王叹了口气后 外头说道 看来是我多管闲事了 对不起啊 那么克斯 由我来辅助你开穿那第五百零一年如何 啊 克斯都懵了 心想 他还不死心吗 不行的 可是 假如把他也扯进来的话 难得的第五百零一年 机会和第四千零一年困窍在一起的 啊 猎海王抱拳鞠躬的说道 拜托了 请务必让我为第五百零一年尽一点免利吧 克斯看到猎海王如此诚恳的请求后 内心开始动摇 最后他还是被这份真诚所打动了 唉 算了 困窍就困窍吧 谢谢你的指导 烈血地的冷汗的露出了邪暴的表情 激化痛 而这一天 空手道将和第四千零一年的中国武术溃壳 没错 这就是空手道的第五百零一年 这就是空手道传奇的第五百零一年 这一年 将会为空手道跨出巨大的一步 而革命性的足迹 现在已经开始刻跨了 世界即将见证 异常惊人的改变 而解放了独步 似乎刚刚一直偷听他们的对话 偷偷坐在广场办公室的他 一脸嫌弃的吐槽克斯真的改变了 唉 究竟余地克斯 会开创出一个怎么样的未来 空手道在中国武术的加持下 能不能打败皮肯呢 我们下期再说 伴远的问题回顾 你有在养宠物吗 有啊 在养一只拉布拉多拳 啊 这样的 是啊 为了家人 真的好温柔啊伴远 是为了巴刘而养的吗 看完这个问题之后 我特意认真的重看了一遍 巴刘的涂鸦这部漫画 但是都没有有关这只狗狗的事情啊 这部漫画是伴远的第三个女儿 巴刘有关生活日常的小漫画 里面和伴远和他外公有关的篇章 真的很有趣啊 有兴趣可以看看 拉布拉多拳 原来就是平常能看到那种狗狗啊 我对狗名不熟 百度收到个哈奇士 金猫犬 并列为三大无攻击性犬类 看样子就很乖了 不知道当初设计人牙的狗狗武藏 是不是就是自己养狗的原因了 这集和接下来几期都是文系和吹逼吧 我尽量讲的有意思点 文系最难写的 但是也很有趣啦 看完这期我可以大胆的肯定 皮可片是人牙系列当中 单之无愧 最后某的篇章了 不接受反馈 公养搞计啊 不过把格陆家看到强者的心情 看着爱情其实也很恰当啊 估计真正的武师都是这般疯狂的吧 这很符合院牙极端的价值观 所以我也只是稍微强快一下感情 大家不要误愧 这真的不是一部后母漫画 是一部严肃的格斗漫画哦 皮可秒差院牙的那一脚 我自己会觉得皮可是用了技术的 估计是感觉到院牙身上有勇气兰的气息 是想报仇或者是展示自己在脑海研究的技术吧 但是也不重要了 初见杀是常规操作了 看到这里我就很期待相扑到最新话 院牙对小兵院要怎么展开了 秒杀是不可能秒杀的 看院牙会不会劳补对方的体积超盆大什么的 来一场有意思的战斗吧 上级场除了射穿和独步的还行 我自己都不喜欢啊 你们怎么看呢 好了不吹了太长了 那我们下期再说